最近又遇到几个bug,首先,这把金林的装备有个死期次,这已经死了六次了,战斗环节,死期次成就达成,这钻石之手出来了,然后我女票直接把他给上人马,打完回来四缸六,我女票小弟的两下人马二星,同时备战席又出来了个钻石之手,而且原本在场上的金林装备也掉下来了,关键是这两个钻石之手他都能出发,看着没人马先是出发两次好人马没了,现在艾达斯的又出发了,我斗胆猜测, 当一个英雄同时携带金林转和钻石之手的情况下,升鹰就能卡出第二个钻石之手,不知道踩的对不对啊,有感兴趣的兄弟可以去测一下,然后再看这一把啊,我和我女票偶遇,我玩的是星戒啊,而且还有个星戒转,四缸一我递到了星戒龙神,刚开始几轮这龙神没啥问题,这技能范围也是从小到大慢慢叠加的,四缸三,我姑妈差不多要跟我女票遭遇了啊,就先把龙神给吓了,那毕竟赢游戏还是吃晚饭,这笔战我还是会算的, 到战斗环节 不少兄台您是哪位啊,女票没遇上我还白按一顿走,妈想想就来期 大选回来我琢磨既然遇不上,那就先把龙神放上去呗 完了,遇上了 这一刻我唯一期望的就是一会儿熟了两个人,但是这龙王是真的妈给我长脸,开局全平大,我你妈怎么跌的我都不知道,拖他的福愣是打了我女票一个满肉 另外啊,在星界龙全员三星之后,又想触发星界转的嫖卡机制,带星界转的英雄必须要上场才行 像这里索拉卡带着星界转并且全员三星啊,我再递一下,哎你看没出,包括把星界转给到西瓦那,结果也是一样的啊,递一下,你看没出 之后咱们把星界转给到左翼并且上场,这个时候再去递 好出了三掌,看到没,利用这个机制啊,确实是只要排库有就没有你追不到的三星 但也不可否认失去了一定的公平性,但是游戏嘛,开心就好 好的兄弟们,我去找上饭了啊,再玩星界我是狗